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网上片直播正向部沙冷气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来讲一下于品海 现在他当然欠人很多钱 这次入品申请他去破产的就是一家跟建行有关的公司 昨天 诉讼双方 陈迟之后 高院站委法官唐思培 就颁令于品海要即时破产 并且叫于支付纵费 并且理想性基准计算是要用的 连本带来 欠情请方 四亿七千万 那么法官就相信了 于品海就没办法还那笔钱 就颁令破产 那么法官之后也会颁判辞 裁决他那个理据 其实是否这么高调 法官颁令破产 他就真的会破产呢? 慢慢说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就是我跟大家说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我说是没有那么容易呢? 你看一下 萧定一 萧定一之前也是 就是法院班颁令他破产的 他现在也没办法 虞品海是答辩人的 当然是这件事的 这件案件 情请方就是建行有关公司的 答辩人就是于品海 于品海就申请将案件押后 就是让于品海传入细章 以及解释情请方的会计报告 他当然 说自己没有 说自己不是资不抵债 那么 其实 法官听了双方陈词之后 就拒绝了于品海的额后申请 那么 法官就说 于品海你上周一 就是上周一 就是18号 那怎么办?才提出这个申请? 但是 法庭已经做了指示了嘛 2月19号就不再能够传入细章了 那么情请方的 审计报告也是当时传入 那么于品海是去到距离正式开审 隔五个工作人才申请延期 其实法官就认为是太迟了 而且就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 那么另外呢 法官也认为 喂 再给时间你于品海再入细章 都解决不了 情请方审计报告提出的质疑 一个情请方提出 就是你 那个审计报告就说 你南海控股资不抵债 于品海是怎样的呢? 他就 南海控股 14.6%的股份 就做保证 那么 保证就是 那够钱呢 那个南海控股 市值大概是12亿的 那么如果你计算一条数 那么 那于品海 他有的股票呢 就值7亿5 那就可以抵消于品海的债项 那 情请方他提交的会计报告就说 南海的股值就不是好像 于品海提交的报告所指的价值 那么他就说 这个南海控股 你那个资产呢 负债是39亿啊 那 于品海那边的报告就说 南海控股有四个 包括在 广州和深圳 在内地的项目呢 就可以拿回 即是买了之后可以拿回173亿人民币 但是呢 这四个项目里面呢 三个都有问题的 这个建行那边说的 那么你就没可能 拿回一些利润回来啦 那情情方就根据 现在有的会计报告就说 南海控股呢 现在就是属于资不抵债 现在于品海持有的南海控股股份呢 就不能够作为 于品海可以还款的保证 那就要求 这个法官班令 于品海就要即时破产 这样 那 这件破产呢 还涉及 于品海出任担保人的 就是一间 就是英属 维京群岛公司的贷款 他是做担保人 那这个其实 之后究竟会怎样 我的看法就是 于品海不是真的跌了在底层 他不是真的这样破产的 就是 KMC 2.0就说 有钱佬在玩老婆这些东西 当然是会玩老婆这些东西 最后又 过了四年再做有钱佬 差不多就是这样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这一段 他就是做担保人 失败了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 这个 公司 英属 这个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英属维京群岛 他那间公司叫Pippin Limited 那么那个债券条款呢 Pippin就是2021年3月24日 就向建银国际 还回3.8400万港元 那 这个 于品海 和香港公司大地控股 就在发行这个债券的同一天 和建银国际 就定了担保契药 于品海是做Pippin 发行债券的担保人 Pippin在还款到期日就违约 你留意一下 其实 不只是于品海玩这一类债券 然后还不到钱 其实之前萧定一也是的 但是萧定一 他是不是真的老破了呢 他好像没有的 法庭斑令他破产 他们不是即死的 他们是 即是你即时破产 是不是真的 即时破产 那 不是这样的 那香港01他又出了声明 他就说 没有影响啊 我们继续运作啊 这个香港01 公司如常运作啊 哈哈哈哈 还有呢 于品海在01那里 是没有任何职务的 还有这个老破呢 是于品海的个人财务安排来的 于品海呢 其实他会不会即刻破产呢 也不会 因为他会徵徵法律意见 接着有下一步行动 不是这么简单 你说他申请他老破 他立刻破 不是的 没那么容易的 没那么容易破的 哈哈哈哈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些有钱人 你说他立刻破产的 不是那么容易破产的 他是可以有办法 他是有法律程序 可以 就是有其他方法去处理这件事 当然他欠人很多钱 这是真的 但是他又不是没有钱的 如果你计于品海 他在南海控股那里 他也值7亿5 不过 他说现在有问题啊 你那些 深圳啊 广州的地产项目有问题啊 那些项目有没有问题呢 就是要看他能不能脱手 其实现实就是 脱手就没问题 脱不了手就有问题 其实就是 帕斯汪就是 做中不做保 不做梅人 三代就好 其实他那个情况呢 就是 他自己的所有东西 他是 Personal Guarantee 公司应该的那间 Pippin Limited 是他自己的 他就是 做了一个Personal Guarantee 自己会 失败了 他就会自己填一条数 做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签的 如果公司借钱的话 他会签个Personal Guarantee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 一欠钱 就被人告上法庭 然后法庭判了 即时破产 他就立刻破产 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还有其他法律程序 可以做的 即是法庭颁令一个人 即时破产 都不是立刻的 即是他 一样东西 那些人听到 即时破产 就扑街了 他就扑街了 我说不是的 他是有其他法律事情 可以做的 他可以上诉 高院也有得上诉 是的 不是 那么容易即时破产 他一定要说 好了,算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快点 快点 看 只要是 试图 保护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